學藝術 美未來 別把興趣當職業 他不喜歡我學畫畫 也不喜歡我學鋼琴 就是我要學這些東西 他們都不准 他們說你會讀書 你就是讀書 當我決定要念北一大的時候 我大一那一整年 我家裡人是不跟我說話 只有3%的人 真的能夠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那其他的人怎麼辦 藝術真的只能當興趣 不要當飯吃 今天晚上9點鐘 爸媽熊很大